淡水豐樹湖最有名的就是木蓮花 其實從過年開始就已經漲放開來了 其實發展協會要和民眾分享 是來到這個地方 除了可以賞花之外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木蓮花 也能夠泡出香味適宜的花茶 區長說這茶喝下去相當的有層次感 香味都會留在口中非常的特別 淡水豐樹湖以往在過年期間 都是許多花會盛開的季節 而今年在豐樹湖有最有名的木蓮花 從過年前就開始綻放 現在已經是盛開 不過豐樹湖發展協會就說 來到了豐樹湖除了可以賞花之外 其實木蓮花的花朵 可是能夠來泡出香味四溢的木蓮花茶 木蓮花是我們區長集製我們出來的 因為區長常常講說 你們種那麼多花給人家看 你們又沒有賺錢 你們在幹什麼 有什麼用 極花我們出來我們研究出這個木蓮茶 很簡單 這木蓮花摘下來 放在杯子沖下去就可以了 那個水溫差不多80度至90度左右就可以了 沖下去兩分鐘左右 它味道都能出來了 豐樹湖總幹事說 以往遊客來到了豐樹湖可以賞櫻花 還有最美麗的木蓮花 而這些都是免費開放給遊客觀賞 但是為了發展社區產業 有區長的激勢之下 社區搜集資料 將木蓮花朵直接用熱水泡出正正清香的熱茶 區長說喝了這個茶下去之後相當有層次 香味會留在口莊非常特別 把木蓮花摘下來簡單地清洗之後 拿泡茶來喝 這個清香甘甜 這一輩子第一次喝到的 這個此茶只因 這風舒服有啊 人間難得幾回喝 這個好茶 那他們開發這個木蓮花的茶葉蛋 這茶葉蛋一般我們吃茶葉蛋 就是茶葉的香味進去 那這個木蓮花茶葉蛋吃起來的話 它真的是清田還有這個木蓮花的花香 區長常在講 他們講說你們這個農民 早時會種化給人家看 就應該去開發一些產品嘛 結果他們想一想 偶然中發現這包茶不錯 所以今天特別邀請 基地我們的區長來品嘗 然後順便來推廣 歡迎遊客到風舒服來賞花 區長表示 墨蓮花過去除了提供花朵作為香水原料之外 對地方就沒有產業發展 因此也激勵社區研發出這樣子的墨蓮花朵茶 而另外還有使用墨蓮花朵去煮出來的茶葉蛋 不只是可以聞到茶葉與花朵的味道 還可以吃出墨蓮花清香 而這些花茶與茶葉蛋都會在社區當中的攤位看到 打造出風舒服特別的產業 也讓遊客不只是能夠用眼睛賞花 還可以品嘗出好味道 既在許端一帶去贊寶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